金融捷运日前通过第一阶段环评 不过基隆分摊费用却从原本的17.7亿元 暴增到53.86亿元 引起金融市政府担忧财政危机 对此在金融市长任内争取金融捷运案 或史上最重大进展的内政部长林又昌表示 捷运推动地方要多努力 中央也要多支持 他除了呼吁金融市长谢国良紧述召开捷运专案会议 对于经费上涨部分 林又昌也提出建议 我过去在担任金融市长的时候 因为金融市没有捷运局 所以我们有成立一个捷运的专案会议 每个月由市长来亲自主持督导 我曾经一个月开了三四次的一个会议 我也希望说谢国良市长能够尽快的 要召开这个捷运的专案会议 因为这个捷运的问题非常的复杂 必须要市长亲自来统整 才有办法解决这些课题 路狼取得的这个土地的这个价格 可能比较增加 不过这个一部分应该是可以透过市政府 都市计划这个变更跟回馈的一个过程 不一定要付这个增加的这个土地的一个费用 立法院蔡思英则强调针对工程分配款部分 会向交易部沟通争取调降 至于捷运路狼用地取得成本增加 蔡思英也建议金融市政府 可以采取各种行政作为因应 征收费用高低完全取决于市政府的做法 费用的增加不是只工程费 其实有另外一件事情就是用地取得费 那用地取得衍生的费用 本来就是由地方政府该来处理的 那我相信这个部分金融市政府 有责无旁贷的责任来沟通土地的取得 那不论是用都市计划征收的方式 或者区断征收或者什么方式 这个由金融市政府做最后的决定 所以征收费用高或低 就是看金融市政府的采取的一个手段 我觉得这个部分不应该把它混为一谈 除了持续向中央争取减轻地方负担 蔡思英也呼吁金融市政府 努力开拓筹措裁员 希望在中央与地方共同努力下 金融能期盼许久的金融捷运能早日实现 记者张琴辰台北报道